台师大社会教育学系校友张平仪于7月4日回到师大礼堂 与来自两岸四地参与青年踏寻孔子行教的大学生 分享她跨越两岸长期投入四川麻风病患子女教育的心路历程 怎么要学要别怎么要老师 怎么从无道友怎么跟政府中学 然后怎么面对学生的这个就是 就是真的她并不是说你 你希望她念书她就可以念得到 我面对到学生的这种一直不断的辍学 然后面对到整个这个他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况 我真的跟你讲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想来真的是泪满满意 演讲主题名为处 不仅代表麻风村位于四川的角落 更表达了两个世界碰触的深层含义 处它有非常多的意思 意思是讲的 从最初被刻意忽略的隐形村落到后来取得身份证并受到政府重视 十几年来张平一校友不间断的努力付出 终于在2011年获选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演讲结束得到全场热烈反应 同时也让学生们获益良多 短短四分钟的影片 利用一张张照片的呈现让学生们看见这十几年来 与师大杰出校友张平一的努力 与师大杰出校友张平一的努力